波罗克林听到自己得奖后不敢置信 还没走上台就哭了起来 波罗克林这段质词被美国媒体戏称为 史上最可爱得奖感言 但波罗克林为何在全美极动的低温中 还说要吃冰淇淋呢 原来是因为拍这部片 欢迎光临奇幻城堡内容叙述在佛州迪士尼乐园外 住着一群只能以廉价旅馆为家的穷人 定义以一群小孩的眼光看世界 廉价旅馆似乎成了儿童冒险乐园 但主角布鲁克林其实知道 美国有群人生存在贫穷线下 已经获得全美多座电影奖的 欢迎光临奇幻城堡 制片其实是来自台湾的邹石晴 在美国独立制片界努力多年的邹石晴 也希望这部片